文靠芳乐这些话 是真心的吗 当然是真心的 美芸 你爸在的那段日子吧 我也想通了 就是一个男人啊 最重要的是要对你好 你说人家芳乐 我那么挤得他 说他 骂他 可他该怎么孝顺我们 还怎么孝顺 他真的是个难得的好男人 要不然 你俩父亲吧 您说什么呢 我就想 要不你俩 我们俩已经离了 离了怕什么呀 再去把手续办回来吗 你跟我开玩笑呢 这能开玩笑吗 芸芸 妈妈是女人 也是过来人 我知道 如果这个人啊 你不爱他 他就是对你再好 对你爸妈再好 你俩都不可能走到一起 可是话又说回来了 这甘蔗没有两头甜的 一个事业型的女人 她的家庭一定是不如意的 你说你 这么长时间都熬过来了 你要是放弃了 那以前受的委屈 不都白受了吗 我觉得 你俩要不然试试 试什么呀 我刚离婚 你又让我去复婚 你让别人怎么想我呀 我拿婚姻当人戏呢 想接就接 想离就离啊 可是你现在 如果家庭稳定了 对你的事业是有利的呀 你说你这些粉丝 他们要是知道你离婚 他们多伤心呢 他们伤心了 他们就不喜欢你了 他们不喜欢你 那你的事业不就完了吗 妈 我这人做人是有底线的 我宁可自己身败名裂 我也绝对不会去利用别人 落访 要是把门还关 你说这 落访对您酷得很 那我跟你说 他五六四请啊 一撞接着 一撞就没有停过